你要自己住又可以 你要卖又可以 In future你要租也是很好价 基本上这边呢 我没有不买它的理由啦 因为我们今天哦 不是说我们是developer staff 如果今天是developer staff哦 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懂你的project的detail 然后layout 价钱 多少层楼 这些东西你都要懂了 去卖这个东西 可是今天呢 不要只是单单懂这几个东西 我们也要懂我们的surrounding 可以怎样增加divallada的那个value啊 这样首先呢 第一个东西呢 我会mention location先啦 这边呢 主要是我要给客人懂 因为我们会用一个land mark啦 like pavilion啊 吸引客人懂这个地点啦 ok of course 有些人讲说 哎我懂pavilion 但是我不懂Bugit Jalil也没有去过 so我会讲说 这个Bugit Jalil的那个stadium咯 问他有没有去过演唱会啊 这些concert hall这边咯 然后有没有去过这边跑步啊 这个公园里跑步啊 有个japan park 很大个很漂亮的 我用这几点去吸引客人来买这个project啦 但是最主要就是哦 我是最主要最主要 我是用生殖空间来吸引客人来买我这个project 为什么讲生殖空间呢 第一个我会用我们的pavilion啊 会用dowship为组件 dowship再加买pavilion一起吸引到客人来集中在这边 ok这样讲讲dowship呢 我会特别特别的强调哦 什么是dowship 我最主要就是会强调今天dowship 我上班 我吃东西 我消费 我everything东西都会在那个dowship里面度过 很多人都会特地都想要驾车进去套序里面 今天我不需要 我今天走路都可以去的 ok那我就会拿一个example咯 我就会拿三位来当我们的一个套序 一个marchive的套序啊 应该有的东西一定需要一个tier1shopping mall commercial retail requisition park private medical center highway connectivity 还有华小啦 这样我回来pavilion bookie交流这边啊 我们是属于一个tier1的shopping mall 然后我们旁边那边有那个requisition park 然后我们这里附近也是有小学 然后中学 甚至大学都是有 so connectivity这边也是有的完了 然后再来就是 甚至golf club我们这边也是有 所以你看这边呢 它是跟三位的套序啦 有点相似 像我们这里附近有的shopping mall啦 最靠近是pavilion 只要我们一个套序呢 少过五个kilometer里面的啦 都算是我们的套序 也像我们讲出名的 我们的tier1shopping mall 我们有pavilion 这样出名的commercial 我们有arola place 也是2.1km 这样我们讲小学啦 来名小学华小 再来我们的学校中学 也是有 甚至我们去到大学imu 也是有 所以我们这边 从你在这里消费 就是说我从小长大 我这边全部都有玩小学 直接到以后哦 我这里可以target的人群 是可以讲说是 当地的人口 就是organic population 还可以target的是moving population 甚至moving population 这三个东西 我们都可以target到玩 所以也算这个地点呢 是三个综合起来的一个地段来的 OK 但是呢 我们最靠近的medical center啊 就是缺少了 我们最靠近的 就是8.1km 去到 Daman Desa Medical Center 你看啊 我们讲去三个medical center 我们都要8.4km 已经是over5km了 已经是 不是我们报名的套序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它缺少了东西啦 会导致一个东西 你看啊 这个是Bukit Yaliyu的地图啊 OK 来明学校啊 然后International School啊 公园啊 Bavillion啊 你看 它几种有的东西在这边 Golf Cloud全部在这里附近 所以我们有东西在这边 可是我们没有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 private medical center so 今天一个地方 没有这个东西啦 它的demand就一定是很高 这样如果今天呢 我特地去建这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啦 你觉得它价钱 会卖这多少钱呢 其实我的demand很高 因为今天我们这边是最缺少 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啦 那个medical center 可是这边没有 so 今天我们是准准 这个medical center 是建在Pavillion的准准对面 OK 也是one of the township啦 OK 这样今天我们这个 towship呢 叫做KL Verona City 这样这个total的地有几大呢 它是26.5个 acres的地 然后 它是combined with Exim 它们是correlation这一起了的 OK 这样它是准准的位置呢 Pavillion在这一 side Pavillion在这一 side so 它是在这边的 so 准准它的对面啦 就跑来说后面这边啦 so 它的location是很蛮strategic的 这个位置 so 我们的 The Noble Healthcare Park 跟International Hospital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The Noble Healthcare Park 它有一个卖点是 它可以走入一个link bridge 可以link过去 我们的那个hospital那边 像这个The Noble Healthcare Park 你会看到它有分三个block的 就是Wellness Suite Tower A跟Tower B 它有分三个park so 它total有三个block 但是我这边有total四个suit 就是Wellness Suite Medical Suite Business Suite 还有我们的Retual Suite 为什么Medical Center 这么important啊 如果你based 我们全球来讲啦 Top Medical Tourism的 Destination Around啦 最top啊 Top One啊 会是我们的 India India 因为India可以省一个 65到90%的 medical 那个费用 OK 这样我们讲到Malaysia的话 只是省65到80% 所以我们是属于Top Two 今天你还有多一个优势是什么 我们是属于Bukit Jalil的address 也是KL address which is in future 你要卖给外国人 只需要一个million 你都可以出手了的 然后过后我就总结一下 for我们这个Devalada 它的整个concept呢 就是第一 它是属于total ship 可以把你的物质 升值空间高 而且是一个全Malaysia 第一个医疗的total ship 然后第二 Bukit Jalil本身 就是一个merture的area 再加上我们这边 有bavilion everything 是很漂亮的 而且是一个prime location 再来我们现在有early bird的package 因为你懂哦 每个project 在pre-naught时中 也是最便宜的嘛 当我一launching的时候 一定是在起价了的 肯定了的 你看 一直以来 全部project都会在起的 So developer 我会跟客人一直mention 这里的发展商手工 是很好很好 然后最后 这边是 high capital appreciation 一个地方 因为今天你买这个地方 无论你讲说 你的身置空间 有之外啦 你要自己住又可以 你要卖又可以 in future你要租 也是很好家 基本上这边呢 我没有不买它的理由啦 我没有不买它的理由 也就是没了 字幕提供 我没有不买我的 感谢观看